輕輕按一下車頭上的啟動鈕 再刷悠遊卡就可以騎著U-Bike微笑單車 逛遍大街小巷 新竹市U-Bike總站點將突破100站大關 新竹市長高宏安親自帶頭 騎車悠遊在新竹市街道 以這樣子的一個U-Bike 2.0突破百站的系統 可以讓民眾感受到更好用 尤其是在這一次新增的站點上面 我們也針對了包含像是住宅區 學校 還有我們的辦公區 那以及包含我們的觀光景點等等 我們都增加了這些站點的設置 那同時呢我們也希望說 未來在近零碳排的這個部分 新竹市也可以成為 透過U-Bike成為一個典範的城市 高宏安說疫情趨緩後 新竹市U-Bike使用率也逐步提升 今年1月到4月累計超過43萬人次 總騎乘人數超過815萬人次 顯示U-Bike已成為許多民眾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年6月底前將完成新站30站U-Bike 2.0建置 也將既有49站U-Bike 1.0 在6月底前全部升級 提供更優質智慧化的公共自行車租借服務 在車子上面的改良優化 包括那個坐墊的調整 還有那個隨車鎖的部分 我們在2.0的部分不只系統優化 連車子本身都優化 透過那個車子上面的一個控制器 我們連接到後台連接到雲端 我們所有的資料都在雲端來處理 那民眾不論是要靠卡借車 還是要掃碼借車 其實都很方便 新竹市交通處表示 新設站點30站已完成規劃 未來也希望透過建案開發 攜手民間捐贈設置站點 滿足民眾的使用需求 新唐遠太電視林秋霞 台灣新竹採訪報導